大家好,我是Shelby,我是CFA跟FM的双证执政人,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EasyCareer在2022年放出的CFA一级的试听课。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CFA跟FM的双证执政人,那今天我们的试听课的框架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考试介绍,第二部分是我们自己课程的介绍,主要是一些课程的安排和课程的特色。 第三部分就是试听的具体内容,我们通过一个考点来讲解,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课程是如何推进的。 那考试介绍部分呢,我们会讲CFA尤其是一级的考试的特点,包括三个小的特点,我们会继续来说,考纲的变化呢,主要是分成两个级别,一个呢是reading的层级的调整,一个呢是考点的层级的调整。 课程介绍第一块呢,试字介绍,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水平和我们在2021年在这个通过率暴跌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高分学员的一些经历。 第二部分呢,是课程的设置,我们一种分为三段,基础段,刷题段跟强化的。 最后呢,是配套的教材,就是由我精心编制的,这个与市面上很多,这个水平比较差的材料呢,形成性能的对比。 试听部分的话呢,我们有概念讲解,给大家铺垫一下概念,然后呢,再讲解概念如何在原理当中去应用,它的这个前因后果分别是什么。 最后呢,我们拿两三道题目来,应用一下我们学会的知识。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块,就是考试的介绍。 第一小块呢,就是考试的特点。 我呢,把考试特点的话呢,总结成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CIFI一级呢,是定性考察为主。 从我对官方题目3375道题的,总结来看的话呢,75%的题目都是不涉及到计算的题目,所以成为定性考察为主。 第二个呢,就是考点全面细碎,我们呢,要被至少1200个概念,加上147个公尺,一共1347个小的考点,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一级的考试覆盖全面。 第三呢,就是2021年全面推进了机考,机考的话呢,难度比比考要上了一个层次。 所以呢,2021年2月份的考试呢,通过率呢,是比以往的话低了5个百分点。 那从5月8月才开始的话呢,就有20%的通过率了,是吧,也侧面反映出来我们机考难度的一个比较大,机考难度大的一个特征。 好,我们先看定性考察为主。 这里呢,是我总结的一个这个题目的表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非常的详实,对不对。 一级呢,一共考10个科目,左边呢,第一列是它的科目的一个列举。 我呢,把题目分成三种类型,第种类型呢,就是计算题。 非公式,把数字带进公式里面A,这数就算出来了,就是吧,这是第一种提醒。 第二种呢,就是概念题。 纯概念题,一般就考这概念的定义,这概念的特征,这概念的优缺点。 还有呢,分析题,分析题的话呢,主要就是考应用,概念的应用。 概念的公司,它在一个场景,它是服从国际准则,还是服从美国准则,它应该用哪一个条款来做账目的处理,这是属于应用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10个科目当中,以计算为主的,也就是某一个题型,因为我分成三个题型嘛,按说的话,每一个题型应该是占比都是三分之一的,对吧。 那么呢,有两颗计算题的占比在三分之一以上,分别是quan这个科目,以及corporatefinals这个科目,占比呢是40%和50%,45%和50%,将近一半的计算题的占比。 而以这个概念题为主的,一共有6个科目,分别是FLA财报,portfolio,组合,equity,股权,fixed income,债权,derivative以及alternative。 这6科的话呢,都是以概念考察为主,占比呢都在50%,甚至更高,还有72%的高参政题,是吧,这个65%的portfolio。 然后呢有两颗是以这个应用为主,应用分析为主,分别是ethics,ethics的考察就是让你在熟悉ethics相关规定情况下,你来判定一下主人公他的行为违反了哪些条款,是吧,所以是属于应用题。 还有呢就是econ,分析能在45%以上,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概念题跟分析题呢,归类成广义的定性题目,因为分析题也是不需要你计算的,概念题也是不需要你计算的,对不对,那两者栽在一起的话呢,10个科目当中,分析题占35%,概念题占40%,栽在一块怎么样, 我刚才说过的75%都是定性的题目,所以呢,赛飞一级的这个对知识点的考察呢,主要侧重在记忆,就是需要你背,是吧,包括公式其实也是,计算题也是需要你背公式的,对不对,好,这3375条题怎么来的呢, 其中1419道是官方的课后题,剩下的这个1956道是从11年到20年出过的历年的官方的茅合题,你说这数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就是因为我把那些重复的题目都去掉了,也就是这个数字是过去10年来官方出过的不重复的茅合题,OK吧,这是每一个科目当中, 这个课后题加上茅合题的这个总量,好,这个第二个考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考点是全面细碎的,首先刚才这个表哥可以再看一次,对吧,再看一次,一共3375道题,我之前说过一共有1200个定性的概念,加上147个必备的公式, 你起码要获1347个比较小的考点,才能把一级覆盖,一级的考点覆盖全面,好,那我们呢,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个,这是,呃, Accuity其中的一个reading,Accuity是我们的十大科目当中其中一个科目,占比11%左右的一个科目,啊,这是他其中一个reading, 叫market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我们呢,放大的IC看一下,啊,好,我呢,把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称为一级考点,啊,那下面的这个,123,123,123,145,一级类推,就是,哎, 所以,在这一列对齐的,这属于二级考点,啊,那每一个二级考点的话,还要覆盖很多三级考点,比如说合约,啊,和这个,这个,这个金融演奏品的合约,是吧,包括, Forward,包括Futures,包括Swap,包括Options,啊,那还有四个,我称这为什么,三级考点,啊,这只是其中一个reading,那,一个reading下面有大概六个一级考点,啊,这个二十个,呃,这个二级考点,啊,一百个左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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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考点,啊,当然这属于稍微大,大一点的reading,啊,小一点的可能没有这么多,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这种三级考点,在一级当中, 啊,要在两千个以上,啊,两千个以上,所以呢,我刚才说,一千两百个必备概念,一百四十七个必备公式,只是你的最基本的一个被考的要求,啊,因为有些题目呢,还会横跨不同的考点,那来综合运用你的这个知识,啊,所以呢,你真的要,把一级考好,起码要会两千个,三级考点,还可以,所以呢,这考点全面细碎,我觉得应该已经通过数据给大家展示, 是清楚了,对不对,啊,好,这个,这里呢,是什么呢,是我的一些学员的反馈,啊,主要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呃,为什么说考点全面细碎,啊,是他的,考完了一个体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同学,是吧,说这个,考的真的偏,啊,为什么,啊,因为很多考点都是鸡脚咖喇的信息,对吧,啊,他说很多概念,基本都没有见过,是吧, 当然这位同学还是因为复习的不太准确了,那我敢保证他的1200概念没有备好,啊,当然了,我们看这位第二,第二位同学,是吧,他说普通的概念也有可能被问到,啊,尽量的话多寄一些小的概念,是吧,然后他说,有的一些概念,抓着脑塞根本想起,想不起来是什么,啊,还是因为说考的太碎了,对不对,考太偏了,啊,第三位同学,是吧,定性的,考的很偏,是吧, 根本没有什么复习范围,是吧,对不对,那,所以呢,呃,通过我的数据举例,啊,通过同学们的反馈来,这个阐述,是吧,嗯,我觉得第二个考试特点,也就是考点全面细碎,应该是已经非常清晰的,对不对,啊,好,当然了,不用怕,是吧,我刚才说过这1200个必备概念,啊,我给大家,大家呢,做了一个资料,叫什么呢,叫,概念签字展,啊,我们可以展开具体来看一下,啊, 我呢,把原版书当中,那个加黑的重点强大的概念,给它复制过来了,啊,复制到我这个,这个教材里面,是吧,怎么样呢,首先,英文原文概念,啊,然后呢,是原版书对它的解释,这是我从原版书当中摘录的部分,那就说,只有这一部分,是摘录的原版书, 后面都是我自己补充的,比如说,Cash Ratio,中文什么意思,中文是现金比率,啊,那这句话的解释,我呢,要给它翻译成了中文,愿意你理解,它到底什么意思,啊,还有呢,我把它的原版书的具体的出注,给它标出来了,啊,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市面上的这种概念学习的资料,啊,都是从网上,这个百度,啊,谷歌,搜索,然后, 这个下载下来的,啊,很多这种概念,这种资料里面的概念,都是我们一级不考的,啊,而我把这个原版书的出注,标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让大家知道,我们资料里面的每个概念,都是必考的,都是出自原版书的,啊,原版书里面没有的概念,我是不讲的,我是不强调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资料,跟其他机构资料的区别,是不是,后面还会再说,啊,那每一个概念,都是如此,这样重复,一共有1200个,数据在,在这里面,啊, 好,嗯,下面呢,我们来看,考试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考试难度加大,啊,因为从2021年开始,前面特选了机考,是不是,啊,好,那,那考试难度加大的话,呢,主要有这四个方面的体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体量变少了,第二个呢,是提供它是乱序的,啊, 第三呢,就是极端情况被放大了,啊,第四呢,就是上午跟下午考的科目不同,再看第一个体量变少,啊,啊,比考的时候呢,是240道题,机考的话呢,是180道题,啊,我们呢,一般认为你做对三分之二的题目就可以考过,至少呢,在比考是这样的,至少在2021年的第一次,第一次机考是这样的,是吧,对三分之二的题就能,就能考过,那么呢,比考的话呢,我们对180道题, 嗯,那,对160道题就可以通过,对吧,啊,那么呢,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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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考的时候呢,对120道题就可以通过,你说这不是,这不是这个对这题目变少了,我还能通过考试吗,对不对,这是比考,啊,这个呢,是机考,问题在哪,问题在于我们看的是要做对多少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做错多少题,依然可以通考试,是吧,比考的话呢,我做错80道题, 依然可以通过考试,而机考的话呢,我做错60道题,可能通过考试,什么意思,啊,我机考的容错率,比比考少了20道题,啊,少多少少了25%,对吧,啊,我们再考虑到什么样一个原因,什么样一个特点呢,就是,180道机考题目当中, 还有20道题是实验题,它是不算分的,啊,它是不算分的,你把这二道题再减去,啊,你的有效题目数量只有160道,啊,160道,你再乘以三分之二,啊,你呢,这个,做对题目数量,104道,你做错题目数量是,嗯, 56道,那怎么样,比比考的第80道题进一步降低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特点,题量变少,导致,啊,考试变难,啊,先来看第二个特点,啊,就什么呢,就题目是乱续的,啊,嗯,这样的话呢,缩短了我们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对这个知识点的反应速度,啊, 以前比考的时候呢,是,哎,上面一道题呢,是财报的题,下面一道题的题还是财报的题,那题目与题目之间呢,有一个相互提醒的作用,是吧,就好像你怎么样,就好像你背一个,以字母表排序的单词书一样,是吧,你们都,如果背过的话,你们应该知道第一个单词就是abandon,对吧, 第二单词呢是abot,你背识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看到abandon之后,你就知道下一次是abot,你就知道abot意思是教唆的意思, 对吧,嗯,那,以前的比考就是这样的,啊,你注意到上一道一道题是一个科目的,下道题还是同一个科目的,你能有一个先后提醒的作用, 这样的话呢,便于你这个快速的从大脑的记忆供电当中抽取,那固定那一块的某一个科目的知识点的记忆,对不对,那,但是呢,现在呢,变成了机考,啊,机考相当于你在阅读文章当中看某一个单词,看你能不能想出来它什么意思, 你单独看abandon,它上面那个词不是abandon,你可能就要想想这个abandon到底什么意思,啊,非常有可能还想不起来,因为这个abandon这个词不见了,啊,这就是你现在考机考的一个特点,啊,上一道题是财报的,啊,下一道题是这个定量的,啊,前后之间没有先后提醒的关系,这个时候呢,你整个的记忆工件当中,上一道题你在这里抽取了记忆,下道题你需要在这里抽取了记忆,先后之间没有联系,啊, 啊,那么呢,大大的这个,减少了,呃,你对题目反应的这个速度的要求,啊,当然了你的作题时间就变长了,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提前的特点,啊,第三个呢,就是细碎考点呢,被放大,啊,考的不会,会的不考,为什么呢,因为机考每一个人的题会都是不一样的,嘛,都是随机抽取的,啊,那么呢, 比较背的同学,就会怎么样,就会抽到那些,很多概念都是自己没有背过的,啊,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那几个同学一样,啊,当然他们可能也存在一些,复习不充分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在里面,啊,但是呢,呃,在题目减少的情况下,你再抽到那些,没有,没有背过的概念,你肯定是不会的,对不对,这种概念加大了,啊,还有呢,最后,上下午的科目是不同的,啊,你只有一次, 一次的机会来证明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更难呢,因为在比考的时候呢,上下午呢,是考相同的科目,啊,上午一百二十道,下午一百二十道,都是相同的科目,你上午不会的题,中午呢,复习一下,下午如果再考到相同的考点,你就兴许能做对,啊,还有第二次机会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但是呢,机考什么样的呢,机考呢,是上午考四个科目,下午考六个科目,啊,这个上下午的科目不重复,你上午要久不会的题,啊,中午你也没什么时间复习了,啊, 这个因为下午不会再考了,你只有一次证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对不对,那么错过就是错过了,啊,再加上有可能,你本来就抽到那些你不会的,啊,上午你不会,那下午呢也没有机会再证明自己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综上,呃,2021年,推行了机考以来,机考难度大大的增加了,啊,它也侧面反映在了,这个,从五月开始的比较低的通过率里面,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这个, 这个,层面的准备,啊,好,那我们的这一个,第一块,框架,啊,就介绍完了,就是考试的介绍,啊,那我们来看第二块,就是我们的课程的介绍,啊, 首先呢,就是师资的介绍,啊,哦,激动了,还有这个,这个,第二块,还有这个考纲的变化,啊,考纲的变化,我们来看这个,啊,考纲变化呢,我分成两个级别的调整,一个呢,是reading级别的调整,另外一个呢,是考点级别的调整,啊,我们先看reading级别的调整,一共就调整了这么多,啊, 以前呢,是57个reading,减了一个reading,啊,就是ethics的第五个reading,减去了,那还剩56个,还有新增了4个,啊,那加上4个,变成了60个,啊, 对,一个呢,是框,啊,他呢,把二级的第一个reading,放到了一级最后一个reading,叫做,一元回归的简单介绍,啊,因为二级呢,要考这个回归分析,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难度不高,啊, 第二个呢,是corporate finance,加了一个capital structure,那他呢,也是把二级的第一个reading,啊,放到了这个一级里面,由于呢,二级的难度,这个,由于这个reading呢,他配不上二级的难度,他放到了一级里面,二级呢,还会再学习更深入一些,所以呢,放到一级,是为了给二级做一个铺垫,啊,第三呢,是组合里面新增了一个reading,叫,行为金融学,啊,或者说叫个人的行为偏差,啊,这个说是新增的reading,但是它的内容呢,在我们的equity的, 第三个reading,啊,就是第三个reading,啊,你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它不算是一个新的reading,或者说已经是重复出现的内容,啊,它呢,不能完全算新的内容,啊, 还有呢,就是ethics呢,加了一个reading,捡了一个,加了一个,加了一个ethics的应用,啊,之所以是应用,就是加了几个案例而已,啊,它没有讲新的考点,所以说,新的考点呢,要说reading的话,只有两个,啊, 啊,就是旷一个,可被翻诞词一个,啊,由于都是二级最简单的reading,配不上二级难度,它放到一级里面,啊,所以难度也不高,啊,那么第一个调整,reading级别调整呢,大家不用恐慌,啊,难度是不高,啊, 那么再来看这个第二个这个级别的调整,啊,就是某个考点的调整,啊,首先呢,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还有四颗,另外四颗,我们又列出来的,就是它没有考点级别的调整,啊, 所以那我们看,虽然有新增的,啊,但是还有很多删除的,啊,不光是一味的往里,往里面加新的考点,还给你做了一些减负的这个,这个动作,啊, 啊,宽的第二个 reading,啊,这个去掉了切笔写,切笔写不等式,啊,和这个变动系数,啊,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啊,去,reading五呢,这个去掉了, 啊,横行面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的一个特征,啊,新增的呢,几个,包括数据可视化,啊,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定性的,甚至你们在平常做PPT时候已经, 学过的一些图像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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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啊,然后是这个集群的便利的,以及,啊,判断的抽样,啊,都是一些定性概念的介绍,啊, 还有呢,对于独立的检验,啊,这是款,新增内容,啊,还有呢,econ, econ,呢,增加了一个信用周期,这是以前没有的,啊,一共篇幅就在圆满数就这么一段,啊,是一页值的大概,四分之一左右,啊, 啊,还有呢,housing sector activity,啊,房产部门的这个活动,啊,也是,啊,整个篇幅不到圆满数的一页值,啊, 所以呢,没什么新增内容,都是定性的一些简单的概念的介绍,啊, 那,他没有删除内容,啊,copy finance的话呢,没有删除内容,新增的话呢,啊,没有新增内容,啊,删除了,啊,这个几个过于简单的考点,啊,这个分散在28,30跟29,啊,呃, 再来呢,fix income,新增两个概念,一个呢,是coverbound,啊,但是coverbound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之前已经在这个教权里面有过介绍,啊, 只不过讲的又深入了一点,啊,从本来一段话的那种,扩展到三段话,啊,没什么内容,啊, 然后呢,也引入了一个新增的概念,叫,这个,empirical duration,啊, 它呢,是跟这个一个概念对应的,叫analytical duration,啊, 跟它来对应的,啊,嗯,也是新增了大概一段话,都是定性的介绍一下,说他跟我们之前已经学过的analytical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删除的部分,组合部分呢,讲了,呃,这个,技术分析跟行文系统学的关系,是吧,还有呢,呃,跨市场的分析,啊, 把这个剥修理论删掉了,啊,作用的是alternative,啊,它呢,以前呢,叫什么呢,叫,大宗商品,钢筋石油大豆水泥,是吧,那现在呢,换了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啊,叫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不就是,钢筋石油大豆水泥吗,对不对,啊,当然了, 这一个大豆水泥被删除了,啊,这个,这个钢筋呢,啊,还有这个,这个,钢筋也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资质的,啊,那石油,是吧, 这些自然资源,啊,还还保留了,啊,所以呢,也实际上是一个减负的活动,对不对,啊,好,这就是我们2022年的考点的一个变化,当然,如果你是这今年,啊,2022年,这个,这个, 第一次备考的话,你不需要了解这些内容,是吧,这个,考端调整只不过是给2020年,没考,或者考了没过的同学,简单的一个,嗯,了解而已,是吧,啊,好,下面我们来看,啊,今天, 试听课的第二大块,啊,就是课程介绍,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块,就是师资介绍,啊, 刚才说过了,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是吧,这个,这个CFGFM的双重执政人,啊,那, 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考试水平,啊,这呢,是我的三级成绩单,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的话,呢,这个,你们,这是应该是你人生当中能够看到的最高的一个三级成绩单,啊,三级成绩单,是吧, 我们放大看一下,嗯,我的名字,对吧,啊,三级考试,成绩呢,就是我们解读一下,啊, 啊,蓝色的这个虚线是,累积到百分之九十的考上的成绩,啊,你看,蓝色实践是我的成绩,啊,你可以看到我的蓝色成绩远高于这个蓝色的虚线,啊, 说明我的成绩比这个百分之top10要高很多,而不是刚好压在top10,哪里,对吧,如果压在top10,我就是top10,对不对,啊,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蓝实践远高于蓝虚线,这是第一个,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有一个浅蓝色的方框,啊, 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基于你考是当天的表现,啊,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啊,如果你再考一次的话呢,你的分数呢,就会在这个浅蓝色的方框里面,那自然就是, 上线就是我的最好成绩,下线就是我的最差成绩,对不对,如果我再考一次的话,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我这个浅蓝色的方框的下线,是不是依然高于这个蓝虚线, 因为我的浅蓝色的方框下面,你还能看到蓝色的虚线,我这浅蓝色的方框没有把蓝色虚线压住, 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最差最差的情况下,我的考试水平依然比90%的同学还要高, 而不是压住90%的考生,啊,就是我的水平,啊,我的三级的考试水平,更没说一级了,对不对,啊, 好,我们可以看分科来看一看,这个三级为什么难,因为它有一半不是选择题,是写作题, 考验你英文能力,啊,上午呢是写作题,下午呢是选择题,啊,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成绩呢是远高,上午写作题是远高于90%的成绩,下午的选择题呢是压的90%的成绩, 就是top10的一个水平,是吧,我们看这里什么呢,就是, 70分,啊,70分是这道灰色的线,如果你单看,你单看这个,写作题的话, 会发现什么,会发现90%的考生或者说top10的同学,在考写作的时候根本都达不到70分,啊, 最厉害的10%的同学,在写作的时候考不到70分,什么什么,什么太难了,对不对,啊, 然后你再看我的水平在什么,远在70分之上,那70分远在10%之上,分辨我怎么样, 我比这10%要高很多,对不对,啊,这就是我的水平,啊,所以我依然,有这样一个这个观点,就是什么,就是明师出高途,是吧, 如果你都很菜的话,你怎么能交出一个很好的学生呢,对不对,啊,好,下面来看我们同学的一些情况,啊, 我呢,只是展示了,在2021年,啊,5月份开始的,一些同学,我们高分通过的同学的这个这个, 这个反馈成绩,啊,因为从2021年的5月份,这个考试通过率减半了,啊,从40%多,变成了20%多,啊, 来看一看,注意我截图的时间,啊,7月27号是什么,是5月份出成绩的时间,是吧,我们同学呢,这个,不但通过了,还是高分top10通过的, 啊,你可以看一看,他,我们对我们的课程怎么那么评价,是吧,感谢我们三位老师,他是一个非金融专业的,啊,金融小白都可以通过, 考试并且呢,是10%通过考试,并且呢,在考试通过率最低的时候通过了考试,是吧,然后他又夸了我,夸了我一通,对不对,然后尤其我的课非常硬核,对吧, 然后发现处处有伏笔,啊,这个前后的这个考验都会融会贯通,啊,跨科目的贯通,是吧,我就举一个例子,是吧,你们后面的会学的时候, 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呃,在财报里面有的债券,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effective rate,啊,他呢,在quip refinance里面又换出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什么呢,叫IR,内部回报率,啊,在fix income这个科目里面呢,他又换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YTM,叫yield to maturity,持有道具回报率,啊,三个科目,不同的riding, 相同的考点,有三个不同的名字,是吧,这就是跨科目边的串联,这就是融会贯通,对不对,那,然后呢,我还整理了十千上万道题目,啊,其实具体说是3375道题目,对吧,那,我是按考点总结的,归纳的,啊,而不是盲目的让大家,这个,做按年代顺序排序的,散乱的题目,那,这样你才能快速的提升, 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五月份的,啊,这个高分考生给我们的反馈,是吧,好,下面是什么,9月14号,这是,7月份的加时帮忙,啊,7月份的加时帮忙,啊,22%通过率,啊,很低,啊,比五月份更低了,是不是,但是呢,他的成绩呢,比top10还要高,啊,然后这同学马上报了我们的二级的课程, 是不是,啊,另外一同学,他过了,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各种耐心幽默,是吧,啊,为什么要替他呢,因为他是一个,二胎妈妈,那,而且是个全职的二胎妈妈,那,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时间是自己的,啊,就,等两个孩子都睡了,啊,每天大概复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复习,啊,他能跟着我们课程四个月,最后也顺利的通过考试,是不是,啊,考试前,重点看了我的IFICS的复习资料,什么,就是我后面会给大家展示, 是在强化班的资料,啊,啊,强化班的资料,啊,他也说考试考的很偏,啊,依然提醒了,我刚才说过那个特点,就是考试他,这个考点很,很全面很细碎,对不对,啊,好,然后呢,这里是10月14号,为什么接他,因为呢,是8月份考试放榜了,是吧,那,也是高分通, 通过了,对不对,还有呢,另外一位是在这个Oberta的同学,啊,就我们UV校区的这个同学,啊,也是高分通过了,啊,所以呢,通过率变低,啊,不是你考不过的理由,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课程让你复习的这么全面,这么扎实,不可能是,只要你认真复习了,不可能通过的,啊,好,下面呢,来看我们的课程设置,啊,我们课程设置的话呢,一共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基础 不断,72个小时,啊,是多角度,讲解考点,它站线长,容易,容易忘,啊,怎么个角,怎么样一个推演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考点,啊,比如说小圆圈是一个考点,我们呢,从,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多个方向,给你这个讲解它,阐释它,让你去理解它,啊,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考点,同样还是,哎,各个角度让你去,啊,给你去讲解,让你去理解它,然后再下一个考点,啊,那么试币的话, 这样练调式的学习的话呢,你学了后面的,前面就可能忘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我们主要想把这个,这个基础是打牢,啊,所以呢,由于考点过多,你学了后面,忘了前面是很正常的,因为有一个记忆的覆盖,对不对,啊,那我们的配套资料呢,有1200页的,PPT,三个考试的,1200页的PPT,啊,有1419道题,课后题的50个小时的讲解,我们都录好了, 然后你要不会,提,做了不会,哎,直接听一下讲解视频,啊,还有我单独录的10个小时的ethics的,案例讲解视频,啊,我们的ethics的官方手册出了,220个案例,啊,对于你理解这个ethics条款是有非常重大的帮助作用的,并且考试的时候呢,他出的题就是对这220个,案例的一些简单的修改,就给你出题了,啊,我呢,又给你单独录了10个小时的视频,啊, 以及呢,强患的教材,以及千词斩的概念,刚才说过呢,1200个,备备概念,你能最好从一开始就开始备,啊,你多备几遍就能记住了,对不对,强患的教材呢,是我总结的,160页A4纸的,框架性的复习资料,啊,有,有助于你怎么样,有助于你缩短复习的周期,啊,因为你这个,技术完战线很长,是吧,那么你在复习的时候呢,你可以, 所以,如果你技术好的话,你这个,可以直接拿这160页的,10颗160页,啊,强患的教材,你就来,反复的看,这样的话呢,缩短你一遍一遍的过的这个,这个,这个长度,啊,这是基础班,啊,行进来呢,是刷题班,33个小时,啊,给大家偷袭出题规律,讲解,做题思路,跟解题,题巧,那,出题规,出题规律呢,实际上呢,待会给大家展示了我的这个题库,你就知道什么是规律了,是吧,那, 那,这个,这个,做题思路呢,哎,不同的题型,啊,这个,这个,这个,不同的题,考点,我们从哪个角度切入,是吧,解题几小时吗,解题几小时呢,先能够帮你把题目快速做对的技巧,是吧,尤其是现在,题目乱系,这个,你呢,对考点的,哎,刚才说我的记忆供电,是吧,你对考点的这个,这个,这个记忆的这个,提取呢,又变慢了,情况下,怎么样你加快你的做题的这个速度,啊,我资料呢,就是1560兆的这个,从11年到20年不重复的, 历年的某题的总结,啊,最后呢,是前后的,啊,我们呢,在用这160页的前后的教材,把那些重点,涉及原理性的内容呢,再做梳理跟强调,啊,因为那个概念性能让大家自己背就好了,原理性能有一个前因后果,啊,如果呢,你忘记了,再把那个,前后的关系给你再梳理一下,啊, 还有呢,就是考点考评统计,是吧,因为我呢,把这个历年的题目呢,都按照考点总结了一下,所以哪个考点考的多,哪个考点考的少,我自然非常清楚了,对不对, 呃,因为有效同学呢,确实确实呢,嗯,没有复习充分,所以他想考前呢,再临着摸枪一下,啊,那我给画重点,啊,那我就按照历年的题目统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是不是,啊,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配套的资料,啊,一共有四个,非常独具匠心呢,我给大家做的这个资料,啊,分别是题库, 概念千词斩,公式百词斩,跟强悍的教材,啊,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刷题段的题库,是吧,刚才说过多次了,我呢,把11年到20年的官方的冒课题, 复重复的计算,把它按照考点来总结的,啊, 第一步怎么做,我就先把题目做一遍,是吧,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冒课题呢,是按照年代顺序出的,啊,他每一个,每一个,每一年的考题里面,他在科目里面是,这个考点是打断顺序的, 是吧,我得他,我得把它按照reading,重新排列一下,啊,这是第一步, 那我把这些题目呢,总结在一个表格里面,呢,在同一个reading里面呢, 把那个考点相同的题目呢,再归类,啊,因为一个刚才说过了,一个reading呢, 大概有五个六个一级考点,二十个左右的二级考点,啊,大概四十个左右的三级考点,啊, 我把它按照相同考点,给大家归类,归类好了之后呢,我再去每年的不同的年份当中, 把相同考点题目给大家,哎,负贬贴,放到一块,啊,就第三步,啊, 先帮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过程,是吧,啊,好,这里呢,是我呢,总结的, 十颗里面其中一颗,就是财务这一颗,啊,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 把题目多做一遍,看他这个题目出自于哪个reading,啊,我们就看这一个reading,啊, 这财务里面的存货,inventory这个规定,啊,从第一题,到后面第五十六题, 都是,啊,这个原版数课后题,啊,然后呢,是历年mark题,啊, 一年morning第五十八题,一年早上第五十八题,啊,然后呢,一年assume第五十八题, 一次类推,啊,然后我在往后,你可以看到,一三年,一四年,一五年,一六年,一七年,一八年,一九年,最后,二零年,是吧, 只不过我这是把,跟eventory这一个reading相关的,所有的考题都放在一起了,啊, 但是呢,eventory这个reading里面有五六个一级考点,二十个左右的二级考点,那怎么办,哎, 我再把同一个reading里面的科目,按照考点把它总结,那总结上这样的, 这个一个,这个word文档,啊,比如说我们看有这样一个考点,非常重要, 它可以说是一级最重要的这个计算器的考点,啊,从它的出题量来看的话, 叫earnings per share的计算,啊,那么呢,考过题目有,一二年, afton第六十三题,结版是科目题第六,第十六题,第十七题,到第十九题,都是考它, 然后呢,是,冒口题的一年afton第四十九题,然后是二十到二十二题, 最后呢,是一年moning第五十题,一年afton第五十题,都考的是, eps的计算,啊,那我把它当成一个索引,啊,当成一个索引, 再把,你看这不同年份之间的冒口题,再把它复制粘贴到一块, 于是相同考点吗,那大家一起来做,是吧,这样就促成了我们我们的, 刷题段题固,啊,这里是earnings per share的考点,啊, 第一题呢,是概念题,难度简单,是吧,是一年afton第四十九题,啊, 第二题呢,是计算题,啊,难度也比较简单,是一二年afton第六十三题,啊, 第三题,第四题,难度比较高,都是计算题,分别来自于一年moning第五十题, 跟一年afton第五十题,啊,你看,跟eps相关计算的考点,啊, 考题,啊,历年茂果题不重复,出现的是四道题,啊, 那你看我这个题库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首先,同一个考点题目, 我让你一口气做下来,啊,这比你单独,啊,一二年做一道, 一八年做一道,啊,这个题分的效率要高很多,对不对, 其次呢,你看我这个题目的排序是什么,啊,首先,相同考点按什么,按提形分类,啊, 概念题放一块,计算题放一块,啊,第二点,什么呢,同一提形里面,我按难度排序, 你看,计算题,你先做个简单的,再做两个难的,是不是,啊,第三,啊,同一个难度里面怎么样, 我按年代先后兴趣给大家排序,啊,也是都是很难的计算题,我们先做一年早上的50题, 再做一年晚上下午的50题,啊, morning afternoon,对不对,啊,我给大家编的这个,这个刷题段的题库, 就有这么独具匠心,就有这么严丝合缝,是吧,你可以说是强迫症,对不对,但是你做起来其实很爽, 那,当然你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那,那是不是一年,下午50题之后就没再考过的这个, EPS计算了,当然不是了,每年都考,但是后面的题呢,都是重复这两道题,有可能看上一八年也是这道题, 一九年也是这道题,相同的题,所以我就看,我就说,这一千,呃,九百五十道题是什么呢,是不重复的考题, ok吧,好,咱们展示完毕,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刷题段的题库,啊,不笔不知道, 给大家想,横向比较一下,啊,首先呢,这是,呃,多伦多的一个机构, 叫塞什么什么啊,你可以看他的什么,他的,广告上写的什么,啊,一共讲解六百道题,啊,是吧,啊, 官方题一共一千,一共三千三百七十五道,他只讲六百道,啊,其中五分之四都不讲,啊,在我说过, 你起码被一千两百干年一百四十七个公式才能做好期的情况下,你考的,你给的同学们讲的题目不到,必被考点的一半, 这根本不可能考好啊,对不对,啊,第二,这是国内的一个机构,叫什么什么,啊,什么,啊, 啊,他有一个百题班,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是吧,啊,百题百题一共怎么样,一共九百道题,啊, 刚才说过,官方一共出过三千三百七十五道题,他只让大家做九百道题,啊,所以呢,他出的这个题库, 必须得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技术同学才能做好,因为他强调什么,举一反三,啊,举一反四, 那因为你九百道乘以四,才是大概三千六道题,对不对,啊,你一道题会了,啊,类似的题你的业里都会,才行,啊, 那我的上课就学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给你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啊,我不想让你去举一反三, 我想让你在自己备考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的市面上的题,官方题都做了,啊, 考试的时候没有你见不过的考点,啊,没有你没有见识过的这个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至少说从体内量上的区别,是吧,那么咱来看题库的这个硕制,啊, 我呢就展示一下这个机构的这个这个这个,啊,提库,是吧,我这个题库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啊, 他之前在这个机构呢,报了课,没过,就来报我们的课,是吧,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特,他提库特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提库呢,同样一个科目的提库, 他的这个题目呢,是不按照reading排序的,啊,我能给大家展示的,我刚才那个题库呢,是按至少按reading排序的,是吧, 左边这里呢,是财务的reading的排序,右边是他的题库,啊,第一题你可以看到tax rate,对不对,啊,是来自于, 第27的,啊,第二个呢,是income statement,那是来自于,嗯, 第21的,你看,啊,这题目之间都是错乱的,对吧,啊,第三题,cash flow,来自什么,来自于, reading23开始了,啊,也就是说,123三道题,完全都不是按照,啊,我们财务的reading的顺序出现,是吧,那你这样做题怎么样能够快速提分呢, 那每个题目之间,考点都不相关,是吧,啊,非常不负责的一个题库,对不对,第二呢,即使题目都来自于一个reading, 它的考点呢,题目也不是按照考点来排序的,然后这是我们derivative其中一个reading的这个, 考点的排列,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题是futures,啊,futures呢,属于什么,属于forward commitment,啊,这个考点, 第二题呢,这个option,option呢,属于下面一个考点,contingent,你说,哎,这不是顺着呢,对吧, 你再看第三题,第三题叫swap,它又回到了forward commitment的考点,啊,第一题第三题, 来自于第一考点,第二题来自于第二考点,那请问你为什么不把第三题跟第二题调个位置呢,啊,就懒成这样吗, 对不对,啊,所以呢,不比不知道,对不对,语言之后大家心里面很清楚,有哪家的题库含进量更高而起,对不对,啊, 啊,第二个什么呢,就是签字展概念,啊,签字展概念,啊,有,有的机构也叫什么金融词汇,小词典什么等等啊, 都是很多相似的这个功能,啊,啊,你们看一下,所以呢,我展示两个机构的,一个呢,是国内一个叫G什么的机构的啊,拼音啊,嗯, 我们先看他的这个,概念签字展,或者说叫金融词汇,anyway,啊,怎么样,第一个CEPA,中文解释啊,好,这个CIF一级不考,第二个,啊,这个CIF一级考,第三个,不考, 第四个,考,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一个,第十二个,中国什么发展公司,啊,这后面都不考,啊,合着这一页,三次,啊,80%都不考,啊,那你把它发给同学,你加上同学去看,这不耽误时间吗,是不是,啊,就是国内一家机构的,啊,再看,这个S这个机构的, 啊,就刚才那个提库那个机构的,是吧,啊,看,Dun and in option,FM一级考,CIF一级不考,啊,Dun and out option,FM一级考,CIF一级不考,啊,不考,啊,Dun grid考,啊,Dun side risk考,啊,Dun size不考, Dun stream不考,Dun tick不考,啊,Dun tick volume不考,啊,Dun tick volume不考,啊,Drager long write不考,Dragon board不考, Dual listing不考,啊,Dum director不考,啊,所以你看,嗯,这个,Dumping不考,啊,那这一页,一半都不考,是不是,啊,并且呢,他们这两个,所谓的签字产,或者是所谓的金融词汇,有什么缺点呢, 请问,英文原文在哪里啊,我们CIF又不是中文考试,你还是拿英文要考的吧,对不对,你看到中文之后,他,考试的时候跟英文对不上怎么办,对不对,那,那国内这家机构呢,他连,这个,英文的解释,中文的解释也没有,对不对,这个大多地区这个呢,还稍微好一点,他有中文的解释,但是没有英文的原文,是吧, 他有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两个份都是什么,都是按照字母排序的, 字母排序是最没有逻辑顺序的,没有这个,这个,概念,概念之间的前后关系的,对不对,你背起来,其实也,感觉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两个, 概念之间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呢,是非常不科学的,啊,好, 那我的这个签词展呢,怎么样呢,是原版书,加黑的,必备的, 一千两百概念,先给你看英文的概念,然后我给你附上中文的翻译,这概念的翻译,啊, 然后我截取了原版书英文的原文,然后呢,我再给你翻译一下这个原文, 还有呢,就是别名,啊,呃,有的概念呢,这个,他有很多很多的叫法,但都说一个事, 那我把这个别名给大家列出来,也就是同一词,是吧, 以防什么,以防出席人出了一个你不熟悉的叫法, 你就,你就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是概念是谁了,啊,但其实你知道, 你更熟悉的那个叫法,他的意思,啊,然后原版书出处,所以呢, 我的这个是什么,是一定是必考的,我才让大家背,不考的,啊, 像这样的,我都不让大家背,啊,所以呢,你从通过这样一个资料, 可以看出来什么,就是负责与不负责的区别,对不对,负责与不负责的区别,啊, 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展示过的这个, 概念签字展,你是不是更觉得弥足珍贵了,是不是,啊, 你看,他就不是按照这个字幕表排序的, 他是按照原版书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序的, 前后是有逻辑关系的,对不对, 而且我自然给你列出了原版书出, 他就肯定是必考的,不考的我不让你背, 是不是,啊,有英文原词,有英文原文, 毕竟是英文考试,怕你不理解,我再给你翻成中文, 多负责,对不对,这就是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良心的区别, 这都不是这个师资水分的区别,啊, 这是师德的区别,对不对,啊, 好,我们继续往后,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百思展公式,是吧, 那,1200个必备概念,还有147个必备公式呢, 是不是,啊, 我呢,把课后题跟刚刚冒课题吃过的, 147公式给大家总结出来,是吧, 先给你们列出完整公式, 然后呢,有的,有的同学,我是,我呢,是, 假设,看我们公式把散这个同学, 一点基础都没有,啊,所以呢, 我把这公式里面的每一个因子都给你解释了一下, 每一个因子代表什么,是吧, 然后呢,每公式对应的全部官方考题, 我给你列个列表,啊, 虽然是147个考的公式,是吧, 但有的就考过1道,我考过10道, 当你看到这个列表的题目数量的时候, 你就,你在复习的时候, 你就知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 是不是,啊, 那看一看, 呃,这公式表呢, 除了我们easycareer有,是吧, 剩下呢,国内国外只有另外一家机构有, 那就是只有两家机构有, 一个是我们,一个是对方, 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那个,啊, 公式一,公式二, 那给你列出在公式, 并没有给你解释每一个公式的里面的每一个因子是什么, 那就是他默认同学们是有基础的, 不用再提醒你了, 是吧, 然后呢,大家再来看我们的, 也就是我做的这个公式表, 是吧, 同样一个公式,啊, 你看跟左边的公式一样的,啊, 但是呢, 我给你解释了一下每一个因子代表什么, 啊, 因为我默认你是不知道的, 或者你不记得, 啊, 你看了这个公式, 如果你想不起来, 你不用再翻原本书了, R, 代表年化年龄率, M代表复习频次, ER代表有效的年龄率, 让我告诉你一下, 技巧是什么, 你看看, 都负责, 对不对, 然后相关的官方考题都给你列出来, 原本书后提的, 一道两道三道四道, 还有关键这个历年茂口提的, 一道两道三道四道, 一年afternoon23, 一二年morning第19, 一二年morning第29, 一三年morning第19, 是不是, 啊, 你这样一看, 哎, 哪个公式重要, 哪个公式不重要, 非常一目了人, 对不对, 我把其中一道more题拿出来, 让你再练一下, 为什么, 因为看了不一定会, 会了不一定对, 你也练一下, 好,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三个, 公式百岁展, 厉害, 相信你看到这里面, 应该已经折服了, 对不对, 还有最后呢, 就是我总结的这个, 乔案的教材, 我们在技术段呢, 一共是一千两百页的PPT, 但是这个你复习起来, 周期太长, 对不对, 我把它十贵的必备的考点, 总结成了一百六十页的A字值, 强调框架式的信息, 因为我们在技术班是这样的, 链条式的, 你学了新的考点, 就忘去了旧的考点, 会有一个记忆覆盖, 但是我们乔案的教材呢, 是这样的, 是框架式的, 这四者之间并哪关系, 一目了然, 你缺了哪个考点, 哪个想不起来, 你看这个框架, 一看, 不能提醒自己, 这是我们乔案的教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我这个最读具象性的ethics的, 这个桥的教材,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首先呢, 我列出了这个ethics, 最核心的条款内容, 然后呢, 我再把核心的条款内容的, 里面的这个, 经典案例, 给大家复杂了后面, 你看, 条款要点, 知法, 守法, 违法, 框架吧, 三点, 是吧, 然后再具体展开, 第一个大点后面两个小点, 第二大点后面两个小点, 并且呢, 每一个, 条款后面呢, 我把案例里面的最经典的案例, 给大家做了总结, 一句话两句话做了总结, 什么案例, 刚才说过, ethics的官方手册有220个案例, 我给大家录了10小时的视频, 记得吗, 但这个案例虽然太多了, 有同学可能没实现复习, 对吧, 我把里面最经典的案例, 按照条款, 不同, 给大家列在了强化弹教材里面, 这只是其中一颗, 每一科目都是一样, 10颗都是如此, 这是我们的, 最后一个, 被考的武器, 就是乔案的教材, OK, 那我们的这一个, 今天实听课的第二部分, 课程介绍的时候, 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实听内容, 一共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 就是概念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 来了啊, 讲真正的考点了, 非常简单一个案例, 多大的书店, 在22年的1月1号, 进了一本签字展, 成本一个钱, 7号呢, 又进了一本, 成本的三个钱, 涨价了, 现在加拿大通货红浪涨价了, 在三天后呢, 卖出了一本, 那我一共怎么样, 一共够尽两本, 卖出一本, 是不是还剩一本啊, 那怎么样呢, 在概念上, 在会计账目处理上, 我们把没卖掉那一本, 剩的那一本, 叫做存货, 记在balance上面, balance是展示公司财务状况的这个表, 把卖掉那一本, 卖掉了, 叫做COGS, 全称叫cost of goods sold, 这个呢, 大家会在正课上详细再来学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COGS cost of goods sold, 它呢, 记载income statement, income statement是展示公司运营质量, 这个赚钱能力的表格, 好, 这就是基本概念, ok吧, 但是呢, 了解的概念, 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是吧, 买了一个, 剩了一个, 那剩的那一个, 我到底是记一块钱还是三块钱呢, 因为我的进货成本不一样, 一个是一块, 一个是三块, 是吧, 那卖掉那一个COGS, 我是记一块还是记三块呢, 怎么记呢, 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块, 原理的产事, 卖了一本剩一本, 到底哪一个应该记一块钱, 哪一个应该记三块钱, 好, 下面讲解两种库存的计算方法, 第一个呢, 叫first in first start, 先进先出, 简称fifo, 他认为呢, 存货最早买的存货最先被卖出, 所以呢, 卖的那一个是一块钱, 剩下的一个是三块钱, 因为一块钱那个进货进的更早, 第二个呢, 库存方法呢, 叫这个last in first start, last in first start, 他呢, 是最完买的存货最先被卖出, 所以呢, 他卖的那个是三块钱, 还剩下的那个呢, 是一块钱, 因为三块钱卖的更晚, 进货进的更晚, 也是这样, 坐标轴, 横轴呢, 是时间, 这里呢, 是1月1号, 这里呢, 是1月7号, 1月1号买了一个, 这是1块钱, 1月3号, 2月7号买了另外一个, 这是3块钱, 价格是这样的, 是吧, 卖了一个, 剩了一个, 哪个更早, 1块钱更早, 则first in first start, 1块钱是卖的那一个COGS, 剩的是3, 是吧, last in first start, 哪个更晚, 3块钱更晚, 所以他是卖的, 他是COGS, 剩下的那一个是1块钱, 是存货, OK吗, 是两种不同的互损方法, 他俩是刚好相反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在价格上升期间, 你看我举的例子, 先买了1块钱, 后买了3块钱, 这就属于价格上升期间, 一般都属于, 一般的我们经济现实, 都是价格上升期间, 是吧, 也就是比较温和的, 或者说恶性的通货膨胀, 那怎么样呢, 我们的FIFO的COGS更低, 是1块钱, eventry更高是3块钱, eventry的话呢, 更贴近当前的经济现实, 什么叫当前的经济现实, 现在是1月10号了, 那这1和3, 哪个数据更贴近1月10号, 当然是3了, 因为他们俩只隔了3天, 是吧, 那在FIFO情况下, FIFO记得是3, 所以FIFO的eventry, 更贴近经济现实, 更贴近10号的, 就这个意思, 反过来, FIFO的话呢, 在价格上升期间, 它的COGS呢, 是3块钱, 它的eventry呢, 是1块钱, 3块钱呢, 是7号进的货, 所以呢, 3块钱呢, 是更贴近经济现实的, 就它的, 在FIFO下面, COGS更贴近经济现实, 等着我们这些表格, 怎么样呢, 在价格上升期间, price价格上升期间, FIFO的COGS更低, 在我的例子里面是1块钱, FIFO的eventry更高, 13块钱, 好吧, 考试的时候, 你就记住这一块就够了, 因为level是跟FIFO相反, 好, 那么原理最后一部分呢, 是什么, 就是数据的高低, 对于财务项目的数据的影响, 是吧, 第一个呢, 是对profit的影响, 有一个profit呢, 叫growth profit, 叫毛利润, 它能等于收入减去COGS, 是吧, 第二个影响呢, 是对liquidity的影响, liquidity呢, 指的是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就是短期的这个流动的资产, 是如果能够支付, 一年内需要支付的利息的这个这个利息, 包括其他的负债, 比如说current ratio, 它能等于count asset, 除以count liability, current在这里指的是, 指的是一年之内的, count liability呢, 指的是一年之内需要支付的债务, count asset呢, 指的是一年之内可以变现的资产, 变成现金的资产, 用来缓, 偿还债务, 对吧, 第三个呢, 是对efficiency的影响, 对效率的影响, 什么是效率呢, 效率的就是公司用资产赚取收入的一个效能, 或者说速度, 其中一个比例呢, 叫image turnover, 叫做库存诸短率, 它呢, 是用cogs除以average inventory, 可以解读成, 一年当中存活卖了几次, 是吧, 好, 那我们来看, 来了啊, 刚才说过, 再写一次, 再画一个这个数轴, 这儿一块, 这儿三块, FIFO的话呢, 一块钱更早, 它呢, 寄的是cogs, 三块钱寄的是eventry, 所以FIFO的cogs更低, FIFO的eventry更高, 好, 那么呢, FIFO对于growth profit影响是什么, revenue减去cogs, 但是cogs更低, 剩下的growth profit更高, 对不对, 然后呢, 对liquidity的影响, current ratio分子呢, 是current asset, 然后呢, 我们的eventry属于什么, 我们eventry属于current asset, 刚才说过, 什么是current asset呢, 在一年之内可以变成现金的资产, 存货, 我们一般预期是在一年之内要卖掉的, 卖掉之后, 货就变成钱了, 变成现金了, 对不对, 所以呢, FIFO的eventry更高, 会导致FIFO的current asset更高, 会导致我们的FIFO的current ratio更高, 是吧, 第三, eventry turnover, FIFO的cogs呢, 是1, FIFO的eventry呢, 是3, 在我们这里的例子, 算出来是三分之一, 它怎么办, 它更低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line-for的话, cogs是3, eventry呢, 是1, 两者一除的话呢, 是3, 那三分之一肯定低于3,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结论, 什么呢, 价格上升期间, 是吧, FIFO的gross profit更高, 因为cogs更低, FIFO的current ratio更高, 因为eventry更高, 因为current asset更高, 而eventry更低, 因为分子低, 分母高, OK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的应用, 好, 相比于FIFO, 在价格上升期间, 一般都假设价格上升期间, line-for的话会有更高的什么, 是不是, 我们刚才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刚才结论是, 这个, 价格上升期间, FIFO的gross profit, 更高, current ratio更高, 而eventry turnover更低, 现在题目问的是反过来, 那反过来的话, 是不是, level的gross profit更低, level的current ratio更低, 但level的eventry turnover更高, 对不对, 那问你哪个更高, 是不是eventry turnover更高, 那为什么, 因为current ratio等于current asset除以current liability, 而我们的lifehold的eventry更低, 所以它current asset更低, 是吧, gross margin等于revenue减去, 减去, cogs, 而lifehold的cogs更高, 那剩下的gross profit更低, 没问题, 是吧, 因为圣诺等于什么, 等于刚才说过了, cogs除以average inventory, 等于更高的3, 除以更低的1, 所以它更高, 没问题, 我们选c, 好,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就是在eventry这个reading里面, 如果考lifehold跟fifold的区别的话, 则current ratio跟gross profit, 它们两个呢, 要么同时高, 要么同时低, 在这个题里面是同时低, 因为问的是level, 如果认识fifold的话, 就是两个同时高, 而我们选的是什么, 我们选的是单选题, 所以它们两个选项肯定同时错, 我们选剩余那个选项就可以了, ok吗, 好, 把这个技巧用一下, current ratio跟gross margin, 要么同时高, 要么同时低, 两个都不能选, 我们就选另外一个开水手, 是吧, 他说如果这公司用的是fifold, 而不是lifehold的话, 比较哪一个会更低, 刚才说过呢, fifold的gross profit更高, b更高, fifold的current ratio更高, a更高, 更低的只能是c啊, cash ratio了, 对不对, 那怎么个原理呢, 就是因为fifold的各种profit都更高, profit更高的话, 你赚的钱多, 你交的税也高, 你交的税也高, 但是呢, 你的税, 属于什么呢, 属于cfo的流出, 则cfo的流出也更高, 那怎么样, 我cfo的存量, 是不是就变低了, cfo什么是cash, 所以cash就变少了, 所以cash的时候会变少, 这个意思, OK吗, 什么叫出, 就是我兜了以前, 我掏出多少去, 什么是存量, 就是我还剩多少, 那我掏出去就是税多, 我存量就变少, 对不对, 就这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题, 相比于fifo, 也是价格上升期间, 我们lifo的公司会更加怎么样, 好, 一看这题, 懵了, 那我们刚才学的是gross profit, current ratio, 以及invicture, 结果选项里面一个都没有, 就懵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是原版书的一道课后题哦, 出题人自作聪明, 觉得自己出的很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你做的, 你做的这道题需要调动两个reading, 跨reading的考点, 他们把这个题做的, 但我再讲他为什么是自作聪明, 他以为自己出的很不错, 就是不仅是对一个考点的掌握, 还需要你融会贯通, 但这道题是错的, 我们待会再说, 好,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之前给大家铺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留意啊, 我们看一下, 我刚才是这么讲的吧, 对profit的影响, 对liquidity的影响, 对efficiency的影响, 我分别举了一个例子, gross profit, count ratio, 以及invicture turnover, 对吧, 现在题目不就是把, 这三个词, 这三个名词变成形容词了吗, profit变成profitable, liquidity变成liquid, efficiency变成efficient, 是吧, 所以你看, 三个选项不就变成了, 我讲过的这三个概念吗, 对不对, 什么意思, 我讲的第一个profit, 是不是举例子, gross profit, 那细选项的profit, 是不是就可以举成gross profit这个例子, 对不对, 那liquidity ratio, 是不是举了一个current ratio啊, 那一选项的liquid, 是不是就可以举例current ratio啊, 啊, 还有呢, efficiency, 我举了一个image turnover, 那B选项,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image turnover啊, 对不对, 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小题问的是, lifo下面, 谁更怎么样, 那我们不就看, 又可以用这个技巧了吗, 是吧, 只要问lifo跟fifo的区别, current ratio跟gross profit, 要么同时跟二部同时低, 那我们之后只能选B了, 因为毕竟是单选题,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将目问的是lifo, 那liquidity ratio, current ratio怎么样, 它的image率更低, 因为更低的话呢, 会导致current asset更低, 会导致current asset除以countability更低, 所以country ratio是更低的, 所以它更不liquid, 是吧, 所以A名错了, 没问题, 是吧, 再看c, gross profit, gross profit等于revenue, 减去cogs, 而我们的lifo的cogs更高, 那剩下的gross profit更低, 对不对, a跟c同向走都不能去, 那b3的话, evex turnover等于cogs除以average inventory, 而我们的lifo的cogs更高, 因为t更低, 出完之后剩下的这个值是更高的, 对不对, more没问题, ok吧, 好, 这是今天最后一页PPT的, 怎么样, 这套题是错的, 这是原版书官方的课后题, 他是错的, 他是错的, 错在哪, 解题的线索, 我在刚才讲过的知识里面, 已经给大家提示了, 看大家在回看这段的时候, 够不够细心, 能不能想出来这套题到底错在哪里, 你可以这样去解释, 是吧, 什么呢, 就是如果有同学打算自学的话, 这套题你能够想明白他错在哪,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自学, 因为你有一定基础, 对不对, 那如果呢, 大家打算自学同学, 你看了半天不知道这套题错在哪, 我建议你还是准, 还报班, 听老师给你讲的就好, 当然我在课上, 会把这套题错在哪, 讲明白的, 包括我会把原本书的所有的课后题的错题, 都给大家讲明白他错, 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OK吗, 再说一遍, 这套题是错的, 错在哪, 我刚才讲过的考验里面已经给大家提示了, 好吧, 这个成的好同学, 看一看能不能想出来, 如果想不出来, 最好还是报课的, OK吗, 好, 那我们的今天的, CF一集试听课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